报道的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昨天是用视讯的方式 针对了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 好在演说内容过程呢 他再度呼吁 必须要在乌克兰的上空设禁航区 或者是针对了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还有飞机 白宫的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将要宣布 对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的军援 拜登也预计会出席下周四24号 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北约峰会 以行动表现对欧洲盟国钢铁般的坚定承诺 好另外来看到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消息 健保部分负担调整方案已经出炉了 慢性处方签维持现况 第二还有第三次领药不需要自付 但是包含了急诊药品检验检查 则必须要依照医疗院所的级别来收费 初步估算之后在新智上路 受到影响的人数有多达1454万人 其中50万人一年必须要多花3000块钱以上的医疗费用 好这个方案呢 预计在公告14天之后 5月份的时候就会正式上路 还要来关心的是旺报的部分 台湾民众在大陆的创业再度放宽了 因为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头说 这一回总计有两项新的特点 包含了开放行业大幅的增加 由零售餐饮总共有24项 扩展到122项 同时会开放地域进一步扩大 将27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 全部都纳入 可以从16号开始就申请登记 然后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呢 你烫青菜加一条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条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